老叔 上一次你講做節目的事情 其實我也想繼續講這一點 除了我和你拍檔做節目之外 實際你對做節目的事情 真的不是說知道很多 正常不知道 但我不明白了 那時經常和你在海洋公園做直播 那你怎麼做那個監製的 派到來叫你做 那我又怎樣 為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 不用我做 叫我做監製 我監製有人做 監製的人做 不用我自己做的多好 原來監製很簡單 監製的人去製作 不用我做 那就叫監製 我們沒有導演這個職位 其實那時我最初是跟阿蚊去學做的 阿蚊帶我去 阿蚊是誰 對不起 莫佩文 他自小都是入電台這一行 以前說了很多世界名著做兒童故事 譬如黑衣王子 姑聲淚那類 他真的說得很好 我是很感動 我當了他是十幾歲 十歲八歲的小孩子 他扮男子是扮得很好 除了他就輪到恩惠儀 又是做小孩子 做得很出色 你想不到他原來這麼大個人 他就做很多外面訪問的工作 他做戶外 其實他的經驗應該多過你的 因為你以前做一些街檔 他就帶我去 告訴他怎樣做 我跟他去學 他什麼都教我的 好像我不知道這張照片有沒有擺上去 這張照片我們兩個好像擺過了 在衰月電台後面的後花園 那時候休息室 外面是最漂亮 風水最好的地方 還有一張 這個恩惠儀 我們去參觀 旁邊是誰 我 幹什麼 什麼不像你現在樣子 算了 不用這麼浪費我的 幾十年前的東西拿出來 伊利沙伯皇后號這艘遊船很厲害 好像是燒過之後再整過回來 忘記了 忘記了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 我的音樂老師說上去唱歌 那時候還是包玉江的時代 那好像不是你教錯 好像不是這隻 伊利沙伯 他做圖書本 好像有兩隻 忘記了 我也教不清 這些不知道 我想說那艘船很漂亮 裡面很多外國電影明星 當紅的照片 很好看 我們上位那裏做節目 有個節目要去訪問什麼 這裏不是 這裏要參觀 純粹參觀 參觀 先說做節目的事情 阿蚊呢 其實你不要說他懶 實際他是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都挺忙 很多飯要兼顧 你知道電台 有時播歌又要 陸廣播劇又要 出去戶外做直播又要 訪問人 資料搜集 他自己都是一手一腳做 他是沒有PA的 我們的PA 就是節目助理的助手 就跟現在電視的PA不同的 電台的PA 真是PA 是可以做到很多東西的 以前是怎樣的 以前是我們的節目是很簡單的 很多人 什麼都要自己做了 現在又不同了 現在真的好像很多 我現在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現在全部都要自己做了 以前真的自己做了 現在很多人幫你 我想看節目 各個節目有些不同 你自己沒有能力 可以做到那麼多 因為範圍太大 一定要人幫的 這件事我對承認 以前也沒有那麼多資訊 讓你那麼容易 方便去找資料 我曾經試過看一本書 看完之後 講三分鐘而已 我整晚看一本書 但你不看就不行 要不然你沒有資料要說 你要濃縮它來講 那早上我跟著蚊子回去做節目的時候 當然他回到我 我一定要同一時間回到 在直播室那裡 第一件事是要接完電話 因為它有封閉的 裡面有聽眾聊天 玩遊戲 那時候的電話有十條線 你一定要保持這些電話線 不要被人打進來 你打不出去 我們的封閉 其實不是封閉是封閉 那些人打了電話來之後 然後我們記下他們的電話號碼 到直播的時候 我們反過來打給他 所以我們在節目之前 十分鐘左右 就立刻在直播室 維持電話線 不讓人打電話進來 如果他打電話進來 我們打不出去 那你就做不到節目了 起碼維持一本 如果不是 或者他打進來 我們記下誰打過來的 我們答應他 到時節目分次序 再打給他 那他就可以參加電話遊戲 講下去那天 我聽到有頭演 原來這麼多東西 你不知道這麼多功夫做的 我那時直播的時候 沒有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呢 我只是很誇張誇張進去做事 總之拿著搭帖 跟著 恩惠儀 跟著前輩一位做事 你做日日好時關的那時 已經是 我們學師幾年 不是幾年 很多年之後的事 你覺得已經是後來的事 你誰知道我們原來這麼多東西的嗎 所以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懂做這些節目了 後期說要我做這些節目 我死死下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不做 也要做 白蛋也要去做 是不是呢 原來做這麼多東西 說起一件事是很有趣的 因為當時 我們是三個人的 有時有一個放假的 有時有一個放假的 例如阿家放假 我只是說 恩惠儀和前輩兄 阿家放假 我們兩個 你早就要開麥克風 死了 她是十點半的 是的 但是遲到我就慘了 因為我什麼節目在錄 你不知道裡面在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播什麼歌我又不知道 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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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我又不知道 如果她一遲回來 我就心都會跳起來了 是的 她沒有事先將一些節目的內容 預先畫一次 或者給你一個run down 是的 我們就不是的 我們其實做了一晚放工之前 我寫好run down 其實我那次做直播節目 根本我不是主持 我當然知道 我是幻如美 搭嘴 是的 我是幻如美 不同 那時候其實電台一個都幾 不可以說混亂 是不知道那個路線 或者你們的藝員 是走什麼路線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是交接的時候 為什麼前輩兄會去做 又是好時光的呢 他本來在空中俱樂部 後來黃家文結婚 他就做空中俱樂部 他就調了上去做 Hello 早晨6點到9點 再後來他又輪到前輩兄結婚了 就調了葉麗玲上去做 Hello 早晨 就把前輩兄調了去 又是好時光和因為而合作 其實裡面有很多樣東西 不過這些是調動安排 很正常的 凡是公司都有的 有些什麼不奇怪 好像是相顧問 好像不是顧問的 好像是圖書館一樣 告訴你 除了我呢 是這麼清楚那個時期的節目的人呢 看怕都不會有人清楚得過我的 因為我一進去的時候 受過訓練 做一個節目預告 我要將 那時就還未通宵的 12小時廣播 所有的節目內容 所有的節目主持人的資料 不止一天 最好整個禮拜讓我知道了 我全家公司踩雲 問清楚了 你不會有人清楚得過我的 好像當時我負責監製這個節目的人 你就是監製 你不只是監同制 即是我知道有這個節目 我知道有這個節目要做 那我就要做 那我就找人去做 不用我做 又不知怎會拍給我做 我不知道 在12點半18樓師座播出之前 我就一定在這裡做 那為什麼還要在這裡做那段時間呢 因為你們18樓師座錄音 那時還未錄完音 我就在上面咬了 糟了 十二點半的聲帶還未上來 那時還要播聲帶要剪的 我會等到你們的聲帶來了 我才可以收工的 怎麼這麼好玩的 這麼容易的 做直播 我記得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你好像有事向我投訴 我向你投訴 是啊 你說 我向你投訴 還是向總經理投訴 不是 向我投訴 首先你越級 你當然是向我投訴 向我投訴我就說 老實說 如果有機會給你一個電台發聲 說給十個人聽 你已經很開心了 我當時不會這麼想的 所以我當時就提醒了兩位 這個合理 你一個人 十個人聽你 你已經很開心了 原來我們不是 我們商臺 很多人聽的 很多人聽的 我後來知道是很多人聽我講的 所以我說你講一分鐘節目 已經是很開心的一回事 香港有一個人可以在一個電台 一個平台裡面 講一分鐘的東西 有這麼多十萬人 我每天都十五分鐘 那時 你說多開心 那時我就是 你不是一到星期五 我每天都講十五分鐘 那時我又不懂 怎麼教人 怎麼做事 應該是這樣說 我那時還是一個很新的人 是 還有我進去 我不是打算做節目的 我完全不想做節目的 所以 有半失望 你為什麼叫我做這些 這樣的事 又沒有人教我 是 我那時是中學畢業之後 我怎麼會認識 還有我年紀 是沒有這樣的生活經驗 誰知道你碰巧 那個監製又不會教你 那裡是壞的 唯一可以勸你 就是這樣說 只可以這樣說 你一個人在電台開聲說 有十個人聽你 已經很開心了 如果有一百個人聽你 你更加開心 如果有十萬人聽你 你更加開心 所以可以啟發你做節目的興趣 多謝我 不妨不多謝你 做得我多辛苦 還要多謝你 後來我幾乎 被人搞到沒得做 我真的越級 向當時的總經理 我們的滷地媽 Nick the mood 去投訴 這個不關你的事 投訴完之後 哇 很多事要做 因為不是我不做 不是我不做可以 不過這些已經過去了 那就算了 這些各人有各人的前路 和制遇不同的 這些沒得願的 總之 最重要的 我是有沒有盡力去做 對不對得自己的良心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那說回做節目 那阿蚊那時候 在裡面都會告訴我 比如你怎樣接電話 那些人選什麼人 播這首歌或者裡面那段資料 那我就自己在旁邊看 他怎樣說法 那他又不會掩飾 那他又不會掩飾 喂 收拾一些東西 不讓我看怎樣做的 他沒有說 怕死教識了我 他自己沒得做 不會這樣的 他還會告訴我 你跟著要做些什麼 做些物 他教我剪帶 真是 什麼都教我做 有一次 這件事很重要了 就是成龍上電台訪問 那我就替他做節目 是 那時候我沒有記錯 綠樹紅帶他上來 我不知道那個是成龍 我誰知什麼 只知道宣傳那套戲叫醉拳 是 那因為阿蚊放假放大假 他生寶寶 我不知道生寶寶 我忘記了 我替他做 那跟成龍晚上拿著Nagra 在這裡錄音錄完之後 說很開心 明天第一個 在全電台廣播界 我第一個訪問成龍 我出街 一聽 playback 糟糕 沒有了我的聲音 那個機器是這麼保險的 會沒有了我的聲音 為甚麼 我到現在不知道為甚麼 但是成龍的聲音 完全保留 一句都沒有少 那我那晚哭了 因為是農曆年尾的 我那晚拿著那個機器 逐句將我的問題 in回去 說了 接著成龍的說話 回答 但是我都要聽他回答什麼 我才in我一句 因為我沒有寫稿去訪問 我們不是好像人家拿著Q卡 或者拿著一張稿 問一句答一句 以前當然 以前現在 現在進化得那麼好 這樣是不好的 做訪問 我覺得很久留 應該是聊天 你問一句 我用什麼 你問 我現在有沒有搞的 搞甚麼 我連片都不剪 搞你的東西 哈哈 即是我們現在都在發了一封 是這樣的 我這個節目不是要人家看的 只是聽的 當電台做節目而已 這些東西是我們老本行很拿手的 我沒有要人看 我都沒有化妝 太貴了 不要看我的樣子那麼貴肉 算了 那你事實說 那不就博了 博了那些聲線 結果 那晚做到十一二點 第二天早九點直播 其實我八點回去了 已經又再回覆一次要做的事 第二天早有經無險 播出了訪問出街 不是我真是 那當時有很多人聽 我不知道 我沒有留意這件事 黃金時間早上九點到十點 沒有什麼收視率聽的 不是的 有人計收聽率的 後來我代替周聰的秘書 他放假 做了一個星期 我計過一些收聽率的 其實我也知道多少的 有很多節目 其實商業電台一直都是第一位的 這件事很有趣的 意思是我跟你說的 那件事 一個人講說話 有十個人收聽 已經是兌現了 你講了出去 訪問了成龍 很多人聽你 不是沒有人聽你 是吧 是 連我自己都忘記了這件事 是吧 因為以前有很多訪問 我們不流行拍照 不是好像現在那樣 拿著手機雜游 那不重要的 我們將我們以前的工作經驗 和廣播這麼久的時間 那些工作情況 向那些聽眾 或者是朋友說 都可以的 不是有些人真是不知道 我們做過什麼 你們在那邊 只是說話 說話 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在那邊有很多事情做的 比我們想像更加多 但是今天就未必 因為今天有很多人幫手 很多人去做助理 每人負責一個崗位 很專門化的 你搜集這一樣的資料 或者那樣 你的人事關係好 周圍去打聽 各人有各人的專長 所以這個節目內容很豐富的 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這個字文我做不到 幸好我不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 是我就不知道怎麼死 那你不做 現在我做可能很成功 不過你已經退休了 好像我這樣已經退休了 不過我又繼續做人 我很喜歡做人 但是我認識很多人 說退休完全不做事 不不不不 那些人就來的了 癡癡癡癡 坐在一起 我都未曾說過 退休 根本這個這麼奢侈的名字 我都不敢放在嘴裡邊 都不敢放在心裡邊 我怎麼會退休 我退休不需要吃嗎 大哥 對不對 我現在還要開飯 如果我不用開飯 我就不說了 你吃很少而已 雖然你是胖 好了 現在開飯了 你看